包吳子口罩戴緊緊在調查局人員 陪同下快步走進地檢署 他就是雲林縣無黨籍議長黃凱 原涉嫌收受綠能廠商賄賂 四到傍晚被搜索約談 開始持去議長的職務 去年十月國民黨籍前議長沈宗隆 涉嫌收賄兩千萬 絕入綠能弊案因此請辭 議長補選黃凱成功接任後 想要爆出涉嫌收賄被深壓 部分黨派 部分藍綠 共創雲林 團結雲林的大進步 說好了雲林大進步 黃凱似乎步入前議長後程 四到傍晚新北市調查處 兵分四十路搜索 包含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議會還有黃凱住處 傳出貨報 黃凱涉嫌向綠能光電業者所會 利用議員職權貨航 喬地方許可 加上綠能廠商等 超過二十人被檢調帶回約談 輪在日本參訪的縣長張立善 回應尊重檢調調查職權 要求相關局處人員配合調查 請雲林麥寮鄉長蔡強昆幾年前帶動 發動村民到沿海抗議綠能風電廠 六月遭檢調查獲雲林是藉此勒索財物 住處更被搜出兩百七十萬非法所得 盯上綠能龐大利益 明代帶頭違法 自毀前程 森林新聞綜合報導